賴清德日前喊出 補助私立大專生 每年2.5萬學費 隨後行政院又大撒幣 加碼高中值學費是全面 但其實早在2014年 就已經推動高中值免學費 如今的新政策 只是取消排斧條款 教育界又怒轟了 先前政府才說財政困難 如今突然說 高中值學費是全面 簡直莫名其妙 賴清德日前喊出 補助私立大專生 每年2.5萬元的學費 行政院隨後加碼大撒幣 宣布高中值學費全面 但其實早在2014年 就已經推動高中值免學費 只是排除了高中家庭 收入在148萬元以上 如今新政策 差別只在取消排斧條款 有校長就說了 8號開會才說財政困難 學費全面與法無懼 現在突然可以了 真的是莫名其妙 民進黨這麼做 要幫助富人家的小孩 難道有符合公平正義嗎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的政策 細部的考量跟規劃 一切都只是胡亂的撒幣 就為了騙選票 這種行政資源 拿老百姓的錢來撒 誰不會呢 大選半年前 他就出這一招的 他後面還有什麼招 我要贏 我要勝選 罵我 你笑我 我就是要贏 比賽花錢 錢又不是同他家出的 他當然開支票 開得很嚇怕 民進黨睡了7年 選前狂開支票 明年教育預算 將突破37億元 公佈了說大家都很壓抑 48萬以上的這樣的一個家庭 對這邊的一個費用 相對的負擔會比較輕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有沒有它的一個意義 它的一個政策前後是矛盾的 藍軍炮轟 若財政狀況良好 應該讓大學全面免學費 但民進黨執政 兩岸兵兵占委 執政者甚至考慮 兵役要分散到大學四年 根本不是真心要關心教育 蔡政府還可以這麼的離譜 說要叫我們的年輕人 延長一年的兵役 然後大學就念三年就好了 他有把大學高等教育當回事嗎 官員沒有 這四年 你還受不夠嗎 叫你排口罩 排疫苗 排快塞 排忌彈 賴清德民進黨還是領先 我們這麼喜歡被虐待嗎 東風對單都打到頭上來了 有沒有想想看 如何讓大學生 遠離戰場 民進黨執政7年 7年政策大跳票 選錢狂掏百姓的錢 想塞進年輕人的口袋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領情 記者張佑茨 王志恆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